深夜11点多远景巡逻来到国道2号桥下 对窝在这儿的孙姓男子一查 发现他近时通信犯 孙男语气很重 称自己虽然曾犯过窃盗案 但案件早执行完毕 之一难不成是远景查询系统出问题 远景再三比对这才知道62岁的孙男 是多起案件缠身 原本就犯下窃盗案 虽服刑完毕 但同时还有另一起窃盗案 必须再入狱拘役10天 出来啊 有杀嘛 对啊 要用这个杀得出来 几天啊 十天啊 这里死啊 这死啊 你多拘役10天啊 案件多到连自己也记不清 同位远景继续巡逻 20分钟后又在相同地段 发现另一名58岁 疑似9岁的赖姓男子 同样涉嫌窃盗案 被通气却说不止起 你是怎么啦 给你也通缉吗 你没去报道啊 本所同仁落实执行青年专案 执行治安热点查查 于20分钟内连续查获 两名通气犯嫌 再多辩解也难逃罚网 嫌犯只能乖乖就范 TV新闻廖宗新闻会员 将我们去谈谈谈谈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